主委里長為我們代表受贈防疫工具包 台北市長柯文哲拿著一袋袋防疫工具包 親手交給里長 這裡面有17片口罩 3.6公升酒精 1.5公升漂白水 塑膠手套及額溫槍 防疫物資通通都有 在這地方還是要謝謝各位里長的辛苦 公寓善期是必先利息器的 給各位里長有足夠的自我保護的工具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最需要的 而且很齊全 來居家檢疫這部分監督好 要不然台北市就是靠我們大家 树心為居家檢疫隔離人數暴增 光是一個台北市就有上萬人 時不時還有人違規到處趴趴走 讓負責監控追蹤的里長里幹事忙到翻 北市府於是向中央提出 希望開放林長和志工加入支援行列 給予專案津貼就等中央點頭 願意提供居家檢疫隔離者資訊 也帶來最新消息 中央其實有一個相關的津貼要給我們的 每一個檢疫的人口他們是給1000塊的津貼 其中800塊給里長里幹事警察局的外事人員 那我們另外來支援的志工 台北市也會給專案的津貼 那我要找志工來打電話 我必須要得到中央的同意 就怕居家檢疫者仍一逛大街成為移動傳染源 因為網路上已經掀起討論風向 跟隔離檢疫者失聯相關的占了 31.69% 第三次武漢包機居刺5.08% 陳時中和醫護人員占了3.26% 口罩商官有3.59% 而且高達九成的網路負貧 都是不滿隔離檢疫者到處趴趴躁 畢竟境外一入確診個案激增 疫情已經嚴峻 現在已經有高達4.5萬名居家檢疫者 集會中心說接下來每天還會以3000人次 快速攀升 內用外患不得不防 温宣令普 張元春 台幣報導 售人線以後入口座 10. gap 7.000 頒 6.000 炸 6.000 炸